乍一听这个项目是特别好特别好 因为它门槛已经降到了 不能再降再低了 但是前提是门槛放的很低 但是没有那么多门 还是很多人进不来 所以呢 大家还是哭笑不多啊 其实从根本上跟这个阿尔巴塔省的那个决定是一样 是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啊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项目 然后大家先可以点赞关注起来 到时候找的时候对比的时候方便 大家都听说啊 各大媒体还有这个尤其是行业内部都在讨论的事情 就是加拿大关于加拿大caregiver的项目 有的把它称为是保姆项目 有的时候是护工项目 对吧 这个又进行了改革 原来就进行过一次改革啊 前不久 这次的改革呢 是彻底把门槛放到了 我觉得是不能再低了 低到什么程度呢 第一个呢 是学历背景 就是高中学历 第二个呢 你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对吧 是从这个 不管是个人还是机构的啊 当然目前最没有明确的 就是多少年的工作经验还没有明确 第三个就是雅思 从原来的CLB5 好像现在是CLB4就可以了 CLB4其实就相当于雅思的 三分到四分这样的一个程度啊 再有一个就是你要找到当地人雇你 那最后来了 门槛低的点在哪呢 就是如果是一个桶的效应 水桶效应 最短的就在那个板 就是你不用来加拿大工作啊 就只要拿到offer 通过审核以后 直接落地就是PR卡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 我们所说的发卡 到了这种地步 为什么这么说低到不能再低了 跟过去比啊 过去也是分为几类啊 分了几个好像AB类 好多系的类别 它是要求你有的 是在加拿大工作一年 现在两年以上原来是都不能换雇主的 现在你可以换 对吧两年以上 最新的就是你都不用过来 你只要所有的合理落地就是PR 那就是那可见 为什么这么干 是因为他确实需要这样的人才 为什么我们之前一直讲啊 这个数据 到大家需要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分享 因为加拿大的30 2035年以后 我们所说的哈 大概是几千万的这个工作的人中 其中有一半要退休的 也就是说呃 大家大概都知道他们有一个baby boom boomer 就是婴儿潮的那一部分人 现在都已经趋近于这个 呃 60啊 65到退休的年龄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就很多人退休的话呢 很多岗位 尤其是这个这个工作岗位 对吧 也接不上 因为他需要年轻人来照顾 然后老年人都对吧 尤其是那些不能自理的人员都需要啊 特别需要 需求是在的 但是这个路径不通啊 为什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即使放到最低对吧 那里面核心的关键的点在于 市场有需求没问题 但是呢 你移民局给到的名额 就是好像没记错的话 是应该是2750个名额 2750个名额 在你没有降低标准的时候 瞬间就已经被抢光了 或者就已经用完了 你现在又降低了门槛 那就是自然而然会涌进来一拨人 对吧 呃 这个就不用说了 就是会 很多人来竞争更少的名额 更多的人竞争更少的名额 这就是我所说的 门槛放低了 标准放低了 但是门没有那么多 那基本上这些条件的话 应该是所有人都能复合的 唯一现在没明确的就是 需要多少年的工作经验 再有一个关键的关键 就是你要找到合适的人 或者机构 雇佣你 你有offer也非常重要 那这个会不会将来又出现一个 呃 所谓的对吧 费用问题会急速上涨呢 竞争 有可能是正当的 有可能是不正当的 对吧 这是反而没有起到的好的作用呢 啊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说说你的想法和看法 我们这里主要分享一款 加拿大留学工作求职创业的干货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